大家好 在开始节目之前提提大家 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钮没有 很多人都问我 保识老师 我怎样可以知道你更新影片了 其实知道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钮 以后有最新的影片相 你就会看到的了 那就记得去按订阅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快点去按吧 熟蛇的就是葱太祟 这个带肉套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实际上最好就是带肉的八卦 肉八卦有少量 我们简单说有少量 真的很少量 因为漂亮的肉八卦其实很少 带肉八卦就可以永远带 每一年都带 因为你带肉套只是供年带 肉八卦就是年年都可以带 就是用到它难为止 有些大一大一就会碎了 破坏了 其实就帮你挡了 好了 熟蛇的就是冲泰碎 冲泰碎就代表变动 冲泰碎就代表变 冲泰碎就代表变 它排名今年是排第十一 豬是排第十二 豬是最差的 蛇就是尾以差 好了 去年是红年桃花年 即是去年是感情运好的 今年就要小心维维感情了 但是单身的人就有新感情 总之逢冲就有变化 结婚也是变化 离婚也是变化 婚仔也是变化 有新感情也是变化 总之就是变化 所以这个世界唯一一样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什么都在变 好了 事业有两极化 你要忍耐了 两极化 一是净好 一是净差 不会有中间 不会和和的的 所以要有心 你准备忍耐为先 千万不要转工 如果你是冬天出生的蛇 千万不要转工 你未来这三年是大水年 你真的不行 你转工有机会 可能你一份工已经做了五六年了 突然你想换新工作环境 想着一转转工大事 从此失业 不需要上班 几开心 所以千万不要乱转工 宁愿死捱 都要捱回它 好了 今年是水火交战年 水火交战一定会见竹骨 屁股 大腿 脚 牙齿 治伤 所以农历的十月 四月一定要捐血洗牙 不可以捐血 你就去洗牙 所以 布定医生 农历四月 和农历十月 去洗牙 大概新历五月 11月左右 OK 今年 权力地位提升年 不妨努力进取 这个权力地位 这个是很去的 有机会是 权力大了 地位提升了 但是钱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责任多了 好听些叫权力地位提升年 难听些叫责任多了 东西做多了 所以你要忍耐的 OK 你一定要忍耐 因为如果突然东西做多了 你想着转工 你中招了 明白吗 所以今年千万不要转工 还有今年是会 扑街弄斟 流血 OK 就是这么简单了 所以 熟射的 小心点 走慢点 千万不要走那么快 OK 今年是应易马的 搬屋去旅行走动都是应的 月空 幸好它有个吉星 叫做逢空化吉 它叫逢空化吉 应易马 搬屋也是易马 走迭也是易马 总之你走动 四围 坐飞机四围去都是易马 甚至你不在香港 因为你出身地 或者你居住地在香港 接着你走了去另一个地方 读书 旅行 或者stay在那里三四个月 五六个月 这些都叫做逢马 明白吗 大号 破财 那应应在哪里呢 怎会突然花了一大块钱呢 要不你做手术 花了一大块钱 要不你买屋 花了一大块钱 所以一定应的了 总之过了什么时候会应呢 在2018年的12月21日后 你都会见到有改变的 所以买屋 搬屋 你要花钱 搬屋就是装修的了 装修洗十几万一定是肯定的 你搬屋就这样搬一搬都花两万元 所以搬屋买屋 装修屋都会认这个大号的 那如果不认 就认下去破财路 你就糟糕了 OK 那和披头栏杆 披头栏杆 注意长辈健康 如果不是 你认下去 那大块钱 洗到哪里 洗到白市里 洗到棺材山地里 那这个就是认 你明白吗 所以你要是捐大块钱 去做慈善 就认了它 捐下去 帮老人家 无力碰撞的 就认了它 是吧 那些无力碰撞应该有这些东西 我不知在哪里捐 或者最好是捐东华三远 请人看医生 是吧 好过自己看医生 请人看医生 挺好的 OK 那么 更医施药 请人看医生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1953年的人 辛苦得财 65年舒服冷 77年权力地位提升 89年的是财运 2001年的是思想学习练 所以要读书 就是年轻人 2001年的蛇 年轻人 年轻人 你不要想着你已经读够书了 你已经不业出来做事 不够的 你还要再读书 今年你这个读书 有机会是修行的 有机会是修行的 做人的那个 人做人 处事的那个修行 因为你其实学会的东西 你记住 学历不等于你有会做人的 博士、碩士都不及人事 你要记住 你明白吗 所以今年 2001年遇到大变动 更加要告诉你 其实你做人处事方面是未够的 你还要努力 再要进步一点 OK 属马就排第六 今年叫暗合年 而得暗中辅助 什么叫暗中辅助 可能你长辈 家里的爸爸妈妈 暗中辅助你一把 又怕伤到你的自尊心 所以不告诉你 又或者你曾经做过一些好事 那别人帮你 扶你一把 也都叫暗中辅助 OK 整体运程上升 或者那些人觉得你的性格挺好 帮一帮你 但是可能你跟他不是很熟 这些都叫做暗中辅助 所以都是做人做事 权力地位提升年 因为有暗中贵人扶持 好了 今年好 紫微隆德 都是代表有长辈提攜的意思 只要你在榴莲星 看到紫微隆德升 都是代表有长辈提攜 有你长者健康 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 那你今年去做身体检查 你会遇到一个好医生 如果你是有长期病 你是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 你今年有紫微隆德升 有机会你会遇到一个好医生 可以帮你 调理好身体 这个也是有帮助 隆德就是有贵人提攜 特别如果遇到紫微隆德 多些留意公司里面的长辈 有机会 譬如他做保险的 他临退休之前 把他所有客人都过去 是否得掌备给你 听不听得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你记住 我做保险 把客人都过去 他临退休的时候 把他所有客人都过去 是否得掌备提攜 就是这样的 例如他临退休之前 你是他的儿子 他将他的位置 跟老板说 这个可以接我的东西 那你就扎职 听不听得明白 六分 旺事业主升迁 工作上得奖励 事业得升迁 所有东西顺顺顺顺顺顺 这个就是六分 地解就是逢空怕吉 这个是地解 但是留下 这两个字很敏感 这个留此留不同毗留 一讲这些字 立即大陆没得放我的影片 这个是流水的流 在留下 他就有苦科疾病 你要小心 这个是苦科疾病 所以今年 属马的人 如果你有少少尿道炎 那些这样的东西 你就一定病了 淺中医 绝对不要想着 那一陣子没事 或者自己去药房 配一些药 拌一些啡尿就没事 拌一些橙尿 啡尿就没事 绝对不行 你一定要看医生 明白吗 如果不是 一会就搞到子宫颈微烂 一会就搞到什么古灵珍怪 所以 就是要去看医生 容祖儿都帮不了你 好了 留液 油液 油液这个星是吉凶难定变动的意思 就叫油液 1954年舒服冷年 权力地位 1956年 1978年是财运 1990年是修行 1990年是修行 所以今年很多年轻的十二生肖 特别排后面的 由蛇到猪都是要修行 年轻人都是要修行 2000年就是个人辛苦得财年 那就是爹地妈咪 如果你家里有马仔的小朋友 今年给他去麦当劳 捱一下世界 是好事 等他知道捱咸苦 你千万不要想着 小朋友不要让他出来打暑忌工 现在出来做暑忌工的人 好像越来越少 以前我们的年代就越来越多 其实父母这样是弄坏小朋友的 应该让他小时候知道 钱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钱是什么 他才会珍惜钱 才懂得用钱 如果不是钱 就等于一张马达通 一尾嘟嘟嘟嘟嘟 他不知道什么是钱 所以等他出去 做一下东西 等他拿下最低工资 他才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今年2002年的 那些马仔的小朋友 如果你是够情 够不够情 应该够情 17岁 可以出去打工 可以出去做事 可以出去见识一下这个世界 学习一下 不要介意他 被一些油弹亲 又说辛苦 又说腰骨痛 那些 让他出去做 让他见识这个世界 明白吗 好了 熟羊 羊就叫做太衰遥合年 有远方贵人 只是利从商的人 一般 因为你有远方贵人 你要记住 除非你公司的时候 你电邮往来 是会有一些外国客 或者大陆客 你才会来的 如果不是一般 你只是做香港满地生意的话 这些远方贵人 其实对你的影响不大 明白吗 那 远水不能够群火 而且今年羊是长胃差 是非 而且你今年就不要 整天想着放了工之后 就去喝酒 或者跟同事 去乐趣 去玩 今年你会认在 那个场位是非多 说多错多 放了工 就不要常常跟同事 在一起 上班又见 放工又见 见来见去 都是说公司是非 闷不闷 所以 不要说那么多 因为有机会 其中有些是老闆的间谍 所以就不要说那么多公司是非 放了工就回家 减少应酬 和饮食上要注意 不要饮生懒食 吃生懒食 事业上全心全意 投入工作 这是属羊 今年的贴士 华盖星 华盖星就是 那个叫做艺术灵感星 吉凶参叛 因为他是沽星 他是沽方自想 如果你属羊 你是从事艺术创作 那便恍你 是吧 你是写书 艺术创作 自己躲在一间房子里 写写写写写写 那便可以 所以 这个 但是你要记住 华盖是异生的 负面情绪 忧伤情绪 这么一粒 有一粒天哭星 又是整天哭 悲观情绪 那便不行 明白 所以 今年是移职极 不要悲观 如果你这么一粒 女朋友是属羊 今年是特别悲观 你千万不要骂她 因为她是受到那粒星的影响 所以你最多要都是要那粒星 明白 那你又不是要你的女朋友 是要那粒星 所以 这个是她受那粒星的影响 好了 所以 如果你是从事设计行业的 艺术投资行业的 那今年你便加油 突然可能对着一幅画在那里哭 你不用管她 白虎羊人 白虎羊人就是破财灾劫是非 千万不要买股票 特别应在金属投资 买货币那方面 炒金 甚至炒外汇 这些都是 自己要小心 好了 羊人 小心身体循环系统 所以洗牙捐血 那都可以的 就化解刀 有些人不能捐血 那你就洗牙 就这样 好了 55年舒服冷 67年 权力地位上升 79年财运年 91年 是要修行 所以今年因为她思想悲观 那实际上应该就要修行 要修行 看开些 甚至买我本人生的三十堂货 这些是对你有绝对好的影响 好了 2003年要开心活跃 辛苦得再年 又是可以去做义工 或者去做麦当劳 你去马会接听电话都可以 好像不够18岁不可以 那就去做麦当劳 这个都够岁数 2003年出生的 这些就是 叫做开心活跃 辛苦得再年 让她去认识多些朋友 见识这个世界 是没问题的 好了 属猴 属猴的人 太岁双村 一定是家里出问题 可能是为了钱 为了养妈 为了养妈 为了家用 为了些东西 记住家里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钱的地方 但是 你妈不跟你讲钱 你自己要懂做 明白吗 你没有说 家里不是一个讲钱的地方 是讲爱的地方 然后你只懂得拿 那你妈对你就没有爱 所以 这个 家里今年是家里不和谐 所以你自己就要注意 家里人一家人有意见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声 尽量不要拗颈 尽量不要拗颈 避免拗颈 今年的春季 是特别受疫马性影响 都是走动多 走跌多 是辛苦的 不要紧 最紧要开心 好了 但是 它应在哪裏 身害双村 身害双村 一定应在神旁干备療系统 尤其是苦科 所以今年 男人拗医疗 女人不知拗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 男科、看苦科 一定要去看医生 如果男士的话 要注意前列士问题 明白 这个都是要注意 要小心 你千万不要以为年轻人没有 年轻人 我们以前 男科工作多的事 那些阳位不举 那些全部都是年轻人 因为这个都是精神压力大 所导致的 所以熟后的 千万不要怕看医生 OK 那 一定应在神旁干备療系统 OK 好了 施掌学测投资年 今年是熟后的 适宜读书进生 和投资 千万要小心 不投资便没事 对吧 好了 那 福升 逢空化吉 第六灵感 直觉强 这些直觉强 可能呢 他就想着拿去投资 很多时候 财不入你的袋 你的直觉很强 但是你不买 人家买就会赢的 你买一定不赢的 这个就有个特性 福升呢 第六灵感强 逢空化吉 那譬如突然 哎 前面我今天不要走 噢 一瞬间 那这些就是福升 福升高照 有第六灵感 所以今年 你如果觉得那样东西 不要做的 你自己给 OK 譬如你刚刚叫你做家务 你一定要做 不要说第六灵感强 人家不懂得做家务 OK 这些是没有藉口的 OK 不然你妈又问候那颗星 好了 天德星 心持正直 多劳多德 玉堂 就是有利文职 升千德上识的 如果你是做公务员 你是做文职的 今年你可以努力一点 熟后的 那天厨就有食神 如果有人找你拍饮食节目 或者你觉得吃了一只东西 你很想带回来香港 去做代理 做经营 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天厨食杀 这个都是跟饮食那方面有关 如果你是做厨师的 不妨去设计一些新的菜式 会得到人想吃的 这个就是肉天厨 这个特色 卷舌就是小人是非 不善与人沟通 影响感情 就是你不懂得 就是开口盯着你 简单来说 明白 卷舌就是开口盯着你 披码 注意老人家身体健康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 多点去探望他 多点去问候他 是吧 有没有病啊 阿妈你 阿爸你有没有病啊 这样问候他 明白 有病就要带他去看医生 所以经常要问我家人 有病你就去看医生 记住 好了 劫杀 劫杀就是 因朋友而破财 这个就叫做劫杀 大多数都是老友 问得你借钱都是老友 那一定是没得还的了 所以今年就是 不要借钱给他 扮穷是最好的 好了 权力地位上升 五六年就是 六八年是财运年 八零年就是修行学习年 九二年就是辛苦得财年 所以九二年出生的人 你就是多劳多得的 你千万不要想着坐在那里 自然会有钱收 你想着坐在那里 那些客人会上门的 天天是蹲在地产公司那里 你绝对死得 OK 二零零四年舒服冷散年 所以读书就不会太厉害了 那你自己要注意要小心 OK 好了 熟雞和和果果年 和和果果就是没有进步的意思 和和果果 所以和和果果年最好就是 读书修行念经 去做一些在自己品德上 思想学习上提升的 以及工作不要乱乱转工 因为你转工都不会特别好的 和和果果年 好了 有八座 八座就是你1957年出生的 但是大多数都退了休 八座 幸好我们六十岁都是中年人 所以要做到八十岁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八十岁 八座对你就有利用了 OK 学堂、读书、升职 所以再进修 你是会得到好成绩 所以不妨去进修 拿一万元 OK 破岁就六亲不和了 所以今年千万不要和家人叫煞 明白 天狗的血缸之灾 小人当道 特别在三月初的时候 要小心弄起一条腰 记住 特别要小心弄起一条腰 今年这个是熟什么 熟鸡的人会弄起一条腰 所以特别在三月春天的时候 要小心一条腰 否则有机会会开刀 OK 其实找一个医生也不用开刀 如果你弄起一条腰 细腰的话 细腰不会救你 好了 1957年权力地位上升 1969年 财运增加 1981年要修行 1993年辛苦得财运 所以1993年出生的人 要努力 你就不要想着 他真的坐吃山空 一定要努力 努力 熟狗排第二位 今年挺好 财运年 今年有新的发展 资金 资金方面有好的东西 春季仍是受去年鱼器影响 一定会有腸胃毛病 过了春天之后就没事了 过了五月初五农周节 之后就会好些 所以今年熟狗的人 你一定要在五月初五农周节 即端午节 食肿之前 将你的胃医治好 否则你一直有时间 所以今年熟狗的人 你一定要医好你的腸胃病 还有天气对功 今年有机会逢止成婚 红卵 那些事情 你就要小心 如果你还没想着结婚 寡宿就是个人情绪起伏大 个人会不开心 常常觉得自己很忧屈 闷闷不落 人家不理解你 这个就是寡宿 所以又要搖一搖那颗星 明白吗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 有这颗寡宿 有这颗孤神 他会常常在暗自谁类 你明白吗 就好像白宴那样 你家里有个白宴 你都火灯 所以 所以 有时你忍不住 他会说一句 那么多人死就不见你 所以 你记住 不关他事 他也是受这颗星的影响 你要问候 就问候颗星 所以 如果 你知道 今年自己有这个孤神寡宿 所以为什么听 这些十二生肖有用呢 我们知道自己那个 原来是受外界的影响 所以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 你马上要有正念 你有正念 就是 我不可以受这个影响 我要努力 我要加油 不开心的 就自己要想开一点 明白 明白 那就令自己开心 不开心 譬如做一些喜悦呼吸 就很喜悦 对吧 好了 病符 及早求医 小心腸 为身体不适 这个就要自己要小心 病符 你看医生就可以认了他 明白 你就不要等到有病的时候 你才去看医生 总之有点不舒服 你就去看医生 看医生 看医生 第二年 八二年辛苦得财 九二年舒服懒 舒服懒 舒服懒就是做任何事情提不起劲 因为他有个寡叔 觉得自己做什么 好像别人不懂得欣赏他 实际上这个是寡叔影响你 并不是你 没有人看得起你的 因为你记住 今年你是排第二位 你是财运年 只要你努力努力 你一定行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了 最坏属猪 记住 又形太坏 又直太坏 什么坏东西都齐 一定要带个肉八卦 所以我们的肉八卦 是优先卖给属猪的人 优先卖给属猪和属蛇的人 因为他们太坏了 属龙那些 我们就尽量不卖给你的 你就要把机会留给最坏的人 主要是衰36岁 其次衰24 衰48 36岁的猪 主要是范太岁 就是情绪波动大 自己个人 修买自己 简称接迈 一修买自己 就糟糕了 很多事不肯跟别人说 自己一个人 孤方自想 闷闷不落 觉得这个世界 全世界都遗弃了你 那些 他是唯一一个清醒的人 那些 你最怕见到这些人 众人街还有毒醒 那些 所以 他就会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 其次 即内在的问题 大于外在的问题 所以其次才是外面的意外 那为什么会有意外 因为他人狠狠 整天在白日梦 觉得这个世界很差 对他不好 他便容易中招 撞车 飞来横祸 那些 原因就是他完全封闭了自己 所以就会有损伤 还有感情问题 当然了 这个人常是闷闷不落 你老婆也忍不住 你老公也忍不住 所以就会产生感情问题 所以所有问题 都是源自你自己内在问题 他那个外在问题 不是最重要 是内在问题最重要 所以这个 重要 有机会你过马路要小心 因为你很多时候在玩电话 或者跟别人吵架 或者用个WhatsApp 就是中招 因为你吵架的时候 一定是要第一时间回覆别人 駁斥他 所以你第一时间 当然要看一部手机 所以你就会中招 所以就虽常加虽重要 千万不要转工 不要乱乱想要转工 更新环境 或者怎样 是不好的 所以今年主要就是情绪 主要是情绪 内在的问题 看开些 念多些经修行 千坐行 多些回道场 念地藏经 自然化解得到 跟多些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就能够化解到 所以闷闷不落 整日想改变 但又改变不了 那一刻才是 凡太岁属诸的人 一个最大的问题 整日想改变 无时不能想改变 但是 他又改变不了 他就好像混在 前又不行 退又不行 你明白这个意思嗎 那就很痛苦 所以 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是他认为的 实际上都不是 这些痛苦 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叫做地獄道 今年是猪仔地獄道 所以 这个 就被困于这一件事 就是常常想改变 改变不了 实际上他都是想一些 给自己改变 但是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就是被负面情绪影响 这个属猪 好了 2017年12岁的猪 就是负面情绪 如果你家里有一只 2017年12岁的猪 爹地妈妈就要多些关心他 跟他聊聊天 开解他 带他去旅行 散散心 如果你是1995年24岁的猪 就是舒服爛散年 人家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人家叫你去做事 踢一踢一踢 踢一踢 踢一踢 就糟糕了 譬如个女朋友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我们什么日子 完全睡了 都这么久了 接着便中招了 感情变化了 所以 要积极一点 不要舒服爛了 特别那个24岁36岁 这些都是容易受情绪困扰影响的 因为24岁36岁是刚刚出来这个社会的 他人生经验不够 不懂得去面对自己负面情绪 所以便容易受到情绪困扰 人生经验够的 四十多七十岁 你不会突然有这些问题 是不是 那好了 36岁 个人力量辛苦得财练 负面情绪是最严重的 尤其十月 尤其农力十月 所以移出外散心 所以农历十月 拿定价了 OK 去其他地方 散心 那没钱便回大陆 你去碧桂园也好 去哪里 再没钱便去屯门黄金海岸 对于我们九龙人来说 那些已经去旅行 很远 再不行 那便去烫大鱼山 就是这么简单 去烫煤窝 找度假屋租住几天 你不要大碳雷 OK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1971年48岁 负面情绪 又是十月 农历四月十月要捐血洗牙 59年的牙齿不齐 嘴歪 嘴笑 或者紫色嘴唇 黑色嘴唇 白色水唇 烂嘴唇 的人 因为你今年六十岁 又走在嘴牙这个运 虚岁六十一 这个叫水星 走在这个运 牙齿不齐 崩牙 缺角 嘴歪 紫色嘴唇 烂嘴唇 整天包叉 你要注意健康问题 要看医生 要看中医 要病向前中医 明白嗎 1974年 35年 这些注意的是健康问题 OK 好 看看有些什么 八座 气星 旺读诸 文章教化 所以如果你是还读书的诸 今年努力读书 是有帮助的 天解地解 有解神 化煞 解神主毅为安 所以有事一定要找长辈 一定要找一些信任的人谈 如果有人摸你 你记住要找信任的人谈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解神 一定要见到长辈才能解得到 一定要找一些人生经验丰富 他不一定年纪很大 总之他是能够帮到你的人 这些视野广阔的人 你找回你的豬朋狗友 那当然不行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长辈 去告诉你 因为他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 可能在他们的角度 是一个很小的事 你多了一个视野站在巨人 肩头看世界 那你就能够走得更远 看得更远 好了 3月至8月前 3月后8月前出生的人 就去西北 东北 西北 明白 这些地方 旅游散心 如果你是8月后去到3月前 你就去东南西南 东南西南 西南 西南东南 明白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这里 看不看得到 OK 那譬如这里是香港 这里是中国 这里是日本 这里是台湾 然后是日本 那日本就算我们的东面 那北海道就算到东北了 明白 那这里下面就是泰国 那些东南亚 东南亚在哪 东南亚在哪 东南亚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泰国那些 OK 那总之呢 你们看着地图 做人 去旅行 OK 那你譬如向北面走 你去北京也是北的 你去东莞也是北的 你去深圳也是北的 你去上广州也是北的 明白 那去南面就是澳洲 去南面就是澳洲 好 好了 那今年又有几样东西 他虽然有解神天解化解空星的力 但是有太岁加时烦恼逢止成分 那逢止成分是喜事 所以就转吉为空 就冲起他 但是如果你十二岁逢止成分 你就要小心 你二十四岁逢止成分 都OK 但是你自己都要小心 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You are ready 所以你自己 如果你和你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大家都是属猪 那你自己就要小心 看你准备好了 下面就是红艳煞 又是血光之災 金属所伤 5月5至6月 这个是治月的时候特别认的 新历的5月5日到6月6日 治月 蛇仔月就特别认在刀箱 明白 明白吗 好了 今年又有这个 这个不应该叫红艳 这个 血印劍峰服施 这些就是车船之险 小心自身安全 就认在这里 5月5至6月6日 不要去旋批 5月5至6月6日 不要去旋批 5月5至6月6日 尽量躲在家裏做责男 做责女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些刀也是很少 可能被咳嗓戒亲 那些东西 死乎 血光之災 金属所伤 破小财浮沉 浮沉不定 浮沉也是代表 那些人 为什么他会施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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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闷闷不落的原因 就是他浮沉 他看不到前路的人 浮沉不定 浮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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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一个月有数 一个月不够数 一个月有数 一个月没数 那你当然是不开心 究竟你不知道做好还是不做好 那些东西 那你就浮沉 即是半熊不黑 你做明星最怕你半熊不黑 认得你 但是叫不出你的名字 那些就最怕了 嘖嘖嘖啊 这些就是重招 半熊不黑浮沉不定 所以人就是满满不落 尝试改变 所以今年就是老实 今年两个字就叫做老实年 老实是最好的 好了 十二生子要说完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 是 举手 举手 好 那这有个问题 你没有说春天出世的 苦 是不是苦 苦 苦连春天出世的人 苦连春天出世都可以 春天出世 或者看一下你是靠春前或春后 就是说你那个还是冷的 你出世的时候还是冷的 那就一般的 那就舒服冷 如果你那个春天已经靠近夏天 是热一点的 那就叫做你要进取天 就算是夏秋的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春天是比较一个尴尬的 因为未吃五月种 就寒衣未入籠 就是它还有冬天的鱼气 所以你就要看下 你的春是靠前还是靠后 就是这样 OK 好 有没有 好 请后面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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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凯 师傅 我想问 叔姐 那他有个叫大号 那他的大号 那他的大号 包括招购 和叠分货 都对的 因为大号 就是突然花一大块钱 大号就是花一大块钱 那你突然结婚破财 那你就要花一大块钱 那就认那个大号 就是这样 好 那边 我问一下你的小朋友 因为你很抱怨 是 那边知道很少大 譬如我说熟狗 就是熟狗的小朋友 就是熟狗的小朋友 是的 他多少 200多年的 2006年的熟狗 2009 2009的小朋友 2009的小朋友 其实他太小了 其实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 为什么我不列出 那个岁数的生肖呢 原因就是他太小了 他经常都在你的监视底下 所以他不会说 有什么特别影响 最紧要是你 你是父母 你照顾他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情绪 因为小朋友是一面镜 他会反映你的情绪 除非他是特别 所以 你熟狗的人 今年他那个 他因为上年的腸胃不好 所以你记住 在农历5月5日 端午节之前 带他看小儿推拿 做中医条理 医好他的腸胃脾胃 我刚才看到有个胸胃 然后我是猪 如果一家人都会看 最老的是 最老的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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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硯 sea 虎 虎 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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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拔约神灯 也是有帮助的 大玉八卦点圆神灯 我说德叔 1947年猪 那怎样呢 你想问什么呢 1947年猪你想问什么 1947年的猪就是这里有写 47年 为什么我没有写47年 47年 今年多少岁 72年了 这里我打错字 47年了 我打了74 不好意思 这是47年 猪就是注意健康问题 72岁 注意健康问题 35年84岁 都是注意健康问题 影响不大 因为有一定的年纪 他不会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他有人生的祭遇经历 他看得多 影响不大 但是当然 有些人是看不开的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 是这些年纪的 多些陪伴他 跟他说 你总有死 你不要怕死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好 你 好 阿车 至于有这么多个血栽性 好像火转车有什么可以影响 做什么 捐血洗牙 捐血洗牙 应该是4月10月 如果臉有很多暗瘦 一次过捐血洗牙 那就全面血了 OK 全面血 还要教大家化解 全面血之后 自拍一张照片放上IG 全世界见到你血流披面 就会认的 你明白吗 譬如你很不想结婚 譬如你没存够钱结婚 但你要认结婚 你就拍结婚照 接着就放上IG 放上Facebook 朋友圈 全部人点赞 每个人都知道你结婚 那你就其实 一千日到去 这样子 你现在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就当你结婚 因为你没钱 你唯有 一千日到去 就是这样的解答 OK 好 后面 好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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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年 是 是 属什么 是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给个麦克服 给个麦克服 重新来说 老师 刚才你不是说 S 今年会有带号 是 那你说要认了带号 是 要么就放屋 要么就放屋 我这两件事 其实早上已经做了 是 装修呢 装修 如果我家要燕窗 有什么要弄 这样子 这些也算的 不过 有机会 亦都可能 如果你燕窗 可能找了个 找了个很差的师傅 要你花多了钱 这样 可能找A师傅 两千元搞定 找B师傅 花了八千元 那就大号 就是这样 或者他突然跟你说 要换手 所有女倡 花几万元 那就大号 还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认 但是你如果是找师傅 找得小心点 宁愿把钱省下来 花去做慈善 都是好的 就是这样 做慈善 因为你记住 你做慈善是没有回报的 你做慈善是没有回报的 譬如你说我投资 你是想着有回报的 那你做慈善没有回报 你整个车没有了 你做了就没有了 你不会突然说 问那个慈善团体 拿一千张饼卡 对不对 就是这样 OK 好 你说 你说 就是这样 继续前面 那个大号是2018年 21日之后 就可以了 是呀 认啊 认啊 刚刚说了 OK 好 好 我想看 熟后的第四年 就说了 没有说了吗 没有 没有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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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后 属后 这个是马仔 这个是猴 猴都是要小心被尿系统的 他无论任何年纪 特别你年纪大 你的腹肌坏的嘛 就是你的水管用得久都不掉 所以 所以都是应在避尿系统上 OK 主要 如果是男人就持续线 女人就苦科 主要都是肾脏 避尿系统 出问题 OK 还有 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做投资 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你要管好他的钱 跟他给多些警讯 去看 明白吗 然后 看完之后 走去做骗子 OK 好了 接着 是 如果我想问 三、二年纪属猴 有什么 猴啊 猴啊 猴 都是 应在这里 总之 为什么我不捨 年纪大的 都是应在健康问题 还有就是 记住 容易被人骗钱的 就是 那个投资 财运 投资千万要小心 所以 都是应在这里 还有年纪大的 最好是收下 念经 教的 因为 容易看不开 总之叫做思想学习投资年 的意思就是说要修行了 人生上要有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视野来看这个世界 不要再用旧那一套 明白吗 旧那一套就是 人不断教我们要握住 但是人离开这个世界 学老的时候要学放下 恩怨情仇 爱恨情仇要放下 你去医院看到有多少人 是拿着手走的 有很多 是不是 那些都是走得不好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未放下 真的走得好面 是宽容的时候 那只手放开 所以人去到七十岁之后 或者六十岁之后 要学放手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教董伯伯要放手 你明白吗 甚至他要杀手 杀手人还 OK 好了 好 接着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后面 想知九九年 兔年 要有什么转移 九九年兔仔 一九九九年 即今年多少岁 二十岁 二十岁 今年是舒服得财年 人缘会好 所以今年 你看看这个人 你现在有没有工做 如果你有工做 你积极进取 有机会 或者人家有人介绍 一份工给你做的时候 就去做了 因为只要是跟人员有关 跟人相处的 这一份工都是对的 但如果你做IT九 躲在那里 看伺服器那些 那就没什么用 最多你就是 遥一下微信 玩Snapchat 那些东西 但有机会 IT九都不要放弃 因为你 明年是桃花年 明年是桃花年 今年可能 就 遇到你的真命天女 或者真命天子 所以今年是太岁三合年 是不错的 人缘提升 所以做一些 进取点 努力点 加油 不要放弃 这样就OK 好了 问完了 我们就看今年风水 谢谢大家 我 请不吝点赞 防换 老蝶 给 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